我玩互联网那么久啊 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互联网还会给人安排老公啊 具体怎么回事呢 请看VCR 第四我的亲人 如果哪天我跟你离婚了 我还有个娘家 我不想为了你去把我娘家的路都断了 因为你不值得 有没有觉得这个视频里面的人很眼熟 然后你们再看这个视频 并且呢还会觉得很轻松 那这个是因为你在埋头苦干的时候呢 大脑非常的专注 是不是这么一看就更加眼熟了 我真的不知道 现在你们做自媒体的人都那么省事的吗 直接在网上拿别人的照片 拿别人的视频打个码就编故事了 我一户口本都被你给拿来编故事编完了 这个博主还假惺惺的在这个视频下面写 什么纯属虚构啊 类似这种标注啊 其实没什么用啊 因为他在这个评论区里面呢 也在故意的引战 所以评论区里面的人呢 全都在骂我 就是当看个笑话一样 我只是觉得你们这些人也太可怜了 你就自己用心拍一点视频不好吗 到处去到别人的视频 然后打个码就开始编故事了 你发了那么多的视频 也就我这个视频火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该高兴 反正总之啊 发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以后啊 看到这种视频千万别当真啊 口下留情好吗